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说 这期的话题我们说一说 美国一撤军 伊斯兰国就卷头重来 为什么这么巧呢 美国从阿富汗撤离的工作 浑烂的一塌糊涂 但是最悲惨的事情发生在8月26号 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的自杀炸弹 袭击了卡布尔国际机场外围 造成大批的人员伤亡 伤亡的人群中 除了十几名美军士兵和大批阿富汗民众之外 还有一些塔利班的士兵 这次袭击让美国人猛然意识到 第一 伊斯兰国组织居然还存在着 第二 伊斯兰国组织和塔利班居然不是一伙的 第三 美国居然被迫要和前几天 还是死敌的塔利班合作 对付伊斯兰国 所以这个弯转的有点猛 不但美国的老百姓有些晕 估计连美国战略界也晕头转向 凡事比有阴 有因就有果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就会发现这个事情不那么简单 首先 伊斯兰国组织 为何选择这个时间点发动袭击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要知道 只要再等四五天 美军就完全撤离阿富汗 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力量将归零 情报网就将转入地下 到那个时候 塔利班尚未坐稳政权 对阿富汗全境的控制还比较薄弱 伊斯兰国组织可以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 这难道不是一条更好的路线吗 选择在这个时间发动袭击 除了相告自己的存在 那你把美国惹毛了 美国进行报复性的打击 伊斯兰国组织还能得到什么呀 因此除非伊斯兰国组织老子进了水 在这个时候发动袭击 所以这个背后是有原因的 其次美国撤离阿富汗之后 很多情报人员需要撤离 或者是转入地下 在没有美金公开支援的情况下 他们干不了什么大事 而阿富汗正在成为周边大国 决力的权力真空地带 中国 俄罗斯 巴基斯坦 伊朗 土耳其 这些国家都在增加自己在阿富汗的影响力 美国当然不甘心自己20年的努力 也也之间荡然无成 但是如果继续塔利班势不两立 美国的影响力就没有办法继续在阿富汗发挥作用 那正在这个结构眼上 伊斯兰国来了 这真是写中送叹 给了美国一个理由 既然塔利班和美国有共同的敌人 那么就不妨合作一下 联合打击这个敌人 这个为美金下一步 怎么继续在阿富汗发挥影响 发挥作用 仓促的条件 因此从这两个方面分析 伊斯兰国组织在喀布尔机场的袭击 也许是某国自导自演的一去戏 目的就是创造自己与塔利班合作的机会 让自己的情报人员能够留在阿富汗 也有理由派无人机 或者有人战机进入阿富汗领空 打击阿富汗境内的目标 这个猜想并不是空想 事实上 美国中情局与伊斯兰国组织 一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尤其是在伊拉克的摩索尔 或西雷亚的戴尔佐尔地区 曾经有外媒报道过 在伊斯兰国武装组织 即将被击溃之际 总是有神秘的美国直升机 将一些骨干人员 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们无法证实 或者是政委这些传言 但是有些事实很清楚 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 都是死敌 基地组织曾经袭击过 美国及其海外机构 塔利班一直在包庇着基地组织 基地组织和塔利班 都一直在与美军作战 这些都毫无疑问 然而伊斯兰国 从来没有对美国本土 发动过有效的袭击 美国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仇恨 应该远超对伊斯兰国的仇恨 接下来 美军也许真的会与塔利班合作 对付伊斯兰国 各国势力在阿富汗的决力即将上演 未来阿富汗的局势将更加的扑朔迷离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